欸 趕快一寫 來 會寫吧 職業不會 寫算 好 應該 我相信同學的能力 處理這個問題應該是沒有問題 OK 好了嗎 好 來 如果OK的話 請同學看前面 來 停留在你課本 188夜那個地方 這個題目我稍微講一下 這個題目看我這邊 因為我認為需要講 所以我才講 他這個是連連看對不對 他要你去連這個東西 我想他題目就這樣 來 我問你喔 這個第一個 你覺得他是連到哪一個 應該是這個藍色的吧 這個是γ2 所以 等一下 我的那個符號有沒有寫錯 γ1 γ2 γ3 γ4 沒有錯嘛 所以這個應該要連到 這個應該是連到誰 連到γ2 這樣連過來 這樣可以嗎 那現在同學你看喔 這個圖啊 這個圖的話 我問同學 同學這裡加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會有什麼效果 所以這個符號如果我把它翻到左邊去喔 告訴我 它跟上面這個圖 他們是誰編號 y 編號 所以y 編號 代表這個圖跟這個圖 對正什麼 s 軸 所以這個圖應該是γ多少 應該是γ 這是γ 這是γ2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γ多少 你不是對誰 對 對 y 編號對稱s軸 所以應該是γ3 所以γ3是這樣喔 是這樣過來 是他連他嘛 那同學我問你 這個圖跟這個圖是誰編號 s 編號 s 編號 s 編號代表這兩個圖 對稱什麼軸 y軸 那對稱y軸 這個是γ2 對正y軸是γ4 所以這一個就是他 那最後這個圖喔 最後這個圖應該同學你看得出來 這個log2 4x 這個東西應該可以寫成2 再加上log 以2為底x的對數 同學這個加這個2代表是做什麼 平易嘛 所以他是把原來的這個圖喔 γ2的圖 往上移動幾個單位 兩個單位 那這裡我說一件事情喔 這個同學 γ2往上移兩個單位喔 同學上下移動 我問你喔 他間進線有沒有動 沒有 其實事實上左右移動進進線跟得動對不對 上下移動進進線其實也會跟得動 只不過他上下動 他進進線歪走你上下動還是歪走啊 你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你看喔 這γ2往上移兩個單位是誰 應該是這個γ1 所以這一個應該是連這一個 這個簡單喔 可以嗎 可以嗎 大概 大概 這大概而已喔 休息 不行啦 現在哪人休息 同學我問你那個第幾題 第七題你會做喔 不會 那個第七題你要不要做做看 不要 不要那麼珍惜喔 可以 第七題這個題目喔 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現在你看看怎麼做 好 對 我畫一下 我看一下喔 這個圖應該這樣畫嗎 這叫 Y1 Y1 X2 然後 紅色的 是跟綠色的對稱 對 對 所以他是 應該是 欸 就畫了一台上 紅色的是這個 Y1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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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一個藍色的 看一下喔 藍色的是這樣 Y1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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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題目 我講一下喔 這個題目 我可不可以問你喔 他要比較誰的大條關係 1 我看一下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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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他要比較誰跟誰 他要比較1跟2 還有誰 ABC ABC 這五個數的大條關係 對 同學 這種東西喔 同學 你還記得這種題目怎麼做最快 Y等於1的時候畫一條 你知道畫一條什麼線嗎 所以 畫一條水平線 其實是最快的 畫哪一條水平線 Y等於1 對 同學這條水平線要注意喔 這條水平線把它畫出來 這條水平線叫Y等於多少 Y等於1 Y等於1 同學你應該看得出來喔 來你看我這邊 同學你Y等於1的時候 代表說你的X是多塔 像你這個紅色來講 這個X是不是2 LOG222是不是1 所以這個時候代表這一個點喔 來同學 這一個點 這個X座標是多塔 這是2喔 可以吧 然後同學我問你喔 這一個點啊 這一個藍色的 跟這個黃色的焦點的X座標 告訴我們 這個是誰 A A嘛 這個是不是就是A 同學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LOGAA是不是1 所以這個點的X座標是不是A Understand 知道齁 同學那這個點 這個點的X座標是誰 1 然後再來 這一個橘色的 這一個 這一個的X座標是誰 C喔 這一個是C 不好意思喔 這個圖真的畫得有點小 然後這個綠色的 跟這個黃色的這個焦點 來 這個是誰 這一個是B 所以你要比大小 從右邊來看 誰最大 2最大 再來是A 再來是E C B 這樣了解 好 你就畫一條水平線就可以了 這樣OK嗎 再來是A 緊貫 過分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